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anefer 英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原本盼望通过 核弹化解与乌克兰的战争 不过乌国击沉黑海舰队 旗舰莫斯科号后 普京似乎已经放弃追求和平的外交努力 并将目标转为占领更多乌国领土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名 曾听取普京谈话简报的消息人士说法报道 上月俄罗斯在乌国战场遭遇挫折后 普京曾认真考虑与基辅达成和平协议 但如今他改口告诉和谈相关人员 他认为和谈成功机会渺茫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普京真的相信俄国电视媒体的说法 他一心只想大获全胜 尽管三月下旬 莫斯科和基辅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和平谈判似乎有进展 但此后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军对布查 和马里乌布尔等地平民犯下战争罪行 谈判随之陷入僵局 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普京认为和谈已陷入死胡同 且乌军已非但击沉俄军莫斯科号让他大为震怒 消息人士指出 和谈本来还有希望 普京不断迂回进退 期盼找出一条路来摆脱困境 然而莫斯科号沉默后 普京反对签署任何协议 莫斯科号事件让他脸上无光 这真的很丢脸 先前 普京对和谈的承诺备受乌国和西方国家官员质疑 他们怀疑这是莫斯科为进攻行动争取实践的手段 此外 消息人士也称 普京似乎对旗下将领和俄国媒体描述的战争状况 抱持一种畸形的看法 他们指出 尽管许多证据显示 事实并非如他所想 但普京仍坚信 俄军在马尼波围攻亚素钢铁厂等行动期间 并未攻击乌国平民百姓 金融时报报道 战争爆发后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英超豪门俱乐部切尔西队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等中间人 一直试图说服普京会见泽伦斯基 希望双方顺利打破僵局 之前是透露 普京于22日通过电话告诉米歇尔 何谈早已触交 因为乌克兰树立一堵墙 且现在不是与泽伦斯基会面的时当时机 参与和谈的官员表示 如今莫斯科相信 俄军可以占领更多乌国领土 而非谈判需要更多时间 俄方一名参与和谈的官员说 普京正竭尽全力 避免与泽伦斯基会面 他希望在双方会晤之前谈妥一切 泽伦斯基23日则称 他希望和谈继续进行 但如果马尼波乌军被杀 或是克松地区举办假公投 乌克兰将撤出所有协商进程 国会预算官PBO的最新报告是 自2020年3月以来 联邦政府已经或计划在疫情新措施上 花费5760亿元 但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支出与疫情无关 据国家邮报报道 PBO周五发布的报告详细研究了联邦预算案 并得出结论认为 财政部官员为加拿大的财政 描绘了一幅相当乐观的图景 但报告同时怀疑 政府是否有能力创造额外收入或减少支出 以兑现其未来的承诺 PBO的报告是 在今年提交的预算案中 有566亿元可归类为新支出的费用 可能被254亿元的税收收入和支出 削减计划部分抵消 这其中近一半可通过为江大税务局CRA投资更多资源 以及减少先前宣布的政府支出而产生 预算案提出在5年内引入12亿元加强CRA的功能 预计这一新支出将在同一时期带来34亿元的税收收入 但PBO指 由于预期会出现反对和延时 这项收入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或需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至于4年内为政府节省90亿元的削减开支计划 PBO指出 有关审查范围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且尚不清楚将主要针对哪些开支 PBO的计算结果显示 自去年12月公布经济和财政更新以来 联邦政府宣布了349亿元的新措施 这与过去两年成为新常态的数千亿元支出相去甚远 报告称 除了向新民主党承诺提供药保计划 以换取自由党在2025年之前继续涨权外 其他竞选承诺措施的实施将影响未来的预算平衡 但即使没有额外支出 联邦赤字也可能高于预期 PBO估计的赤字 平均每年比预算案中的估计高出105亿元 预算案预计今年的赤字为528亿元 五年后降至84亿元 而PBO预计今年的赤字为566亿元 2027年降为202亿元 根据皇家银行RBC最新的加国房市展望报告 央行加息后 加国明年地产市场很可能出现适度价格调整 其中卑诗省及安省房价跌幅最大 卑诗省预料房价将会下跌3.8% 而安省预计将下跌2.3% 皇家银行预测 到2023年全国房屋基准价将下跌2.2% 降至776,900元 对加拿大一些最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影响更为明显 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Hawke 在皇银最新的加国房市展望报告写道 我们预计温哥华 多伦多和其他高房价市场 房价下行压力会更大 相比之下 我们预计安省的交易和价格将更具韧力 在大流行之前的长期低迷之后 当地市场需要更大力度从后赶上 卑诗省的房价预计在2023年将会下降3.8% 降至约102万元 这是全国最大的降幅预测 高于安省预计下降2.3% 皇家银行表示 加国央行已经宣布加息 以及银行在加息方面似乎热衷在年底前大力推进 将会导致一些买家退出市场 根据展望 那些仍然符合贷款压力测试要求的人 更高利率将会减少他们获得贷款的数额 以及他们可以负担的价钱 例如 对于中位收入的家庭来说 固定安接利率上升将使最高买楼预算减少大约15% Robert Hawke写道 这将扭转2020年和2021年初的增长 当时因为利率下降提供大量额外的预算空间买楼 今年预计房价上涨8.1% 将使全国房屋基准价达到79万4千7百元之后 预期房价下跌对解决可负担性几乎无济于事 皇家银行预测 2022年卑市省的房价将上涨到106万元 比2021年增长6.8% Robert Hawke表示 预计房价将在春季达到顶峰 然后在今年余下时间小幅走弱 皇家银行估计 加些导致实际市场崩盘的可能性很低 并指出适度的定价修正有几个好处 包括更可持续的地产成交活动和更少价格战 32岁的江大香港女演员黄文华出演人气电视剧《经销大厦2》 为了扮演费勇角色将身体涂黑 说话一口流利的菲律宾语和飞枪音语 虽然演技惊艳观众 然而身体涂黑的举动引起正义 他随后在Instagram上发表了长篇道庆信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黄婉华出生在卡尔加里 现居香港 在电视剧《经销大厦2》 Berick Okama1968中饰演一名菲律宾家庭用工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反思与社区成员交谈 并倾听向我传达的许多声音 这位女演员说 我真诚地向所有受到Berick Okama1968连续剧第七章 《姐姐》以及我在其中的角色影响的所有人表示歉意 他接着说 他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 我真的无意不尊重或种族歧视任何族群 请原谅我的过错 黄写道 他还说 置身其中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经历 艺术可以反映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 我真的很抱歉我的麻木不仁 冒犯和伤害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利用我的表演为社区谋福利 他最初的帖子显示他的皮肤变黑了 收到了超过3000条评论 棕色的脸 真的吗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写道 天哪 女孩不 另一个说 你应该为这个角色感到羞耻 作为一个住在香港的菲律宾女性 这只会加剧这里对菲律宾人的种族主义 停止吧 你可以做得更好 负责制播的TVB电视台回应绝无此事 不过收到批评的第七集也紧急下架进行修正 据悉 香港约有34万名外籍家用 其中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尼 大家好 我是粤语族播Sarina 我们温哥华港湾TV最近开展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关心温哥华和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